打開一瓶新聞網網頁主色調都選用藍色搭配白色字體 和蘋果新聞網比一比不但配色一樣 就連左上角logo也是蘋果圖案 只是一瓶新聞網的圖案較簡潔 潘傑賢表示是不同平台 但這樣的網頁設計真的很難一眼區分 一瓶新聞網和台瓶新聞網完全無關 也不會有一個共平台的一個理念 他們是兩個平台完全無關 8月15號這個龍神創意公司 是有提出了一瓶新聞網的商標申請案 那預計到明年的1月才會領案審查 由於買下蘋果新聞網的潘傑賢 在台瓶行燈前交易依舊沒成功 乾脆直接創立新平台一瓶新聞網 經濟部表示已經收到了商標申請 但是否侵害註冊商標還得在領案審查 而一瓶新聞網將在9月1號正式上線 而台瓶網站則在8月31號晚間11點59分起暫停更新 200多名員工也會被解雇 當中高達96%將在9月1號到一瓶新聞網暴鬥 但被聘用的台瓶員工當中不包含財務團隊 一瓶新聞網是一個原知原味 台瓶被大解僱的員工所會支持的一個平台 根據了解一瓶新聞網員工 9月1號到9月4號期間將在家上班 9月5號後則會到同樣位在內湖的新辦公室工作 未來一瓶也會與類似性質的平台進行直播或Podcast等合作方案 但沒有出紙本打算 隨著去年蘋果日報紙本停竿 台灣蘋果新聞網也將走入歷史 近新聞 謝維 陳志豐 採訪報導